舒淇日前被张宝华看中 为其量身打造出一款线上游戏奇迹 也由此成为首位影后级的游戏代言人 在游戏花絮拍摄过程中 舒淇是不是要做出一些极其可爱的动作 如嘟嘴撒娇等等 仿佛回归到纯真的少女时代 如果好的人我一定会看在眼底 一定会记在心里 虽然有时候有些热情的粉丝 会做出一些让我无法理解的事情 可是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 才会让我觉得自己备受重视 天啊 谢谢你赐给我一群忠心耿耿的守护天使 在游戏中担任女神角色的舒淇坦言 自己心目中也有理想的女神人选 那就是张曼玉和龚丽两位大姐大 除了很欣赏她们的穿衣品味 以及表演魅力之外 舒淇表示两位女神 也是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上的榜样 其实我心目中的女神 就是张曼玉跟龚丽 因为在这么多年 我看着她们每一部电影 然后她们在这个圈子对电影的贡献 包括她们私底下的生活态度 穿衣打扮各方面都非常的完美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魅力 even到现在 所以她们两个一直都是我学习的一个榜样 虽然现在也已经是一线女星 但儿时的舒淇也曾拥有过自己的偶像 从小崇拜歌神张学友的她 曾经连续三天都梦到张学友的身影 回忆到年初次来到香港 见到学友的情景 舒淇脸上浮现出少女般的开心表情 最夸张的是我是 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张学友嘛 我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张学友 然后最夸张的举动就是 我连续做梦梦到她梦三天 她在我梦里头是演我的男朋友这样子 那个还蛮好笑的 然后等到我来到香港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张学友那种感觉 那种激动啊 还蛮印象顺客的倒是真的